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 三家纯网银的使用心得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我自己这三个都已经开户 而且已经有在使用了 那刚好趁现在呢 我们就是做了一集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三个纯网银之间的比较跟差异 我相信对大家会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次的重点呢 会针对操作界面 活存定存利率 然后还有限时优惠存款利率 跟贷款刷卡 然后还有新护理 这是大家最注意最关注的 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评比跟分享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也会跟大家聊聊说 我都怎么使用这三个纯网银账户 包括LINEBANK 它有这个快点交易日 快点连线日 或者是快点卡缴税居然有2% 这怎么做 然后还有将来银行的 将将卡刷卡5% 投资有5% 这要怎么做呢 乐天银行存钱无上限1.5% 怎么达到呢 这个是我个人使用心得 会在最后的段落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就一起来收听这集节目吧 一起收看 那这个表格呢 就是我特别去做出来的 就是针对这个刚刚讲过的这些部分呢 我们就会一一的跟大家做评比 做介绍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进去我们的主题啦 第一个呢 我们来比较的是操作界面 这三个纯网银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APP 这三个APP到底使用上面感觉如何 画面呈现效果如何 来看一看 第一个呢 是乐天 乐天银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最主要的主选单在下面 然后它的支付的部分呢 在最中间的这个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你可以做拍钱包支付 那也可以转账给亲友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蛮简单的 那最右边的部分有一个更多 点进去的话 你就有一些自己账户的资讯啊 管理账户管理金融卡之类的 这边呢 你就可以再看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使用乐天 大概用了两个月吧 我个人觉得是它的操作上算是相对简便的 那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说 它的卡片并不是金融卡 它不能刷卡 它就是只有提款的功能 比较可惜 但是你去日本提款可以免手去飞 这蛮特别的 那将来出国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带上这张卡片 那下一个 将来银行 将来银行的APP 我个人觉得是这三个里面 我用起来最舒服的 大部分的银行都会把他们的主要的选单列设计在最下面 那将来银行不一样 它是放在中间 你有看到就是我的账户 存钱口袋贷款跟缴费的部分 它是放在中间 那你如果要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 你可以点左上角 这有个人头的部分 你就可以回到我刚刚看 我这边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账户 跨行提款转账的使用次数 然后还有你如果有就亲友的话呢 你就有多少人这边都会有 那如果是右上角的部分呢 它这边有个设定 你点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这边的一些登录设定啊 手机号码地址等等的 这些相关的资讯其实里面都有 个人的使用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最舒服 最简单的 第三个是Linebank Linebank也是我第一个使用的 纯网银 那一开始没有比较嘛 所以没有伤害啊 但是比较过之后我就觉得 它其实在很多方面的设计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直观啦 我就觉得好像将来的感觉就是做的比较好 那一样它的选单是设计在下方 但是像那个什么动态跟探索 我就觉得根本就用不到啊 那为什么要设计这两个按钮呢 那最右边的这个叫做更多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要转账 邀请转账分账 QRcode转账等等 这边都有 那你邀请亲友有多少人的话 你可以点这边上面 它也会跟你讲说你目前要 邀了多少人这样子 所以以上是这三个 这个纯网银的这个界面比较 接下来我们来聊的是活存利率 这个活存利率啊 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点 其实会有不同的优惠 那目前的录影时间点是2022年的6月份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后来 在看到这支影片的 请你要先上官网去查询一下 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活动 会有加码 会有更新 或者会取消 所以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乐天国际 它这个1.25%无上限 非常适合有大笔资金的人使用 比如说你有500万 你有1000万 但是你放在传统银行的户头里面 利息只有0.3% 甚至大笔存款只有0.0几 那就很适合把钱丢来这里 那它这个1.25%无上限 怎么取得呢 有三个任务你可以做 我们稍后可以完整的解释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边的小致 那第二个呢 是Line Bank Line Bank它在去年的 八九月的时候 它的主账户是1%无上限 但是它后来它把它改掉 改成0.5% 就变差了 那另外一个 它有一个梦想账户 有1.87%可以存300万 这个不是活存 这个是这个零存整付 所以它不太算是一个活存的部分 但是呢 它的利率也算是蛮高的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好用 就不太特别介绍了 第三个 将来银行 它在主账户里面呢 如果你放的是活存 就不用转到口袋账户里面去哦 6万块以内都3% 这个是活动走期是6月1号到8月31号 那如果你是放6万块以上到30万 这边的数字总共有24万最多 可以拿到1.25% 大家有看到吗 其实跟乐天其实是相互较近 这个有竞争果然就有油水 它就推出还不错的利率 超过30万以上呢 它就给你的1% 那相比之下呢 我就觉得LINEBANK就比较烂 所以我就不推了 但是主账户 你可以把钱放在乐天跟将来 都还不错 下一个我们来比较这个定存的部分 定存的话呢 将来银行它其实在上一波的活动里面 是有做1.2%跟1.5%的定存活动 但目前呢 在新的一档活动里面 它就没有再延续了啦 所以比较可惜我就不比较了 那这两个 乐天跟LINEBANK比起来的话呢 反而LINEBANK它给的利率是比较好的 到1.35% 那你可以存两年期才到1.35%啦 上限是300万 不过因为最近这个美国它一直不断的在升息 那台湾其实有高机率会跟进 所以我就不建议你把这个钱放在这个定存 毕竟定存它就是锁定利率 但是后来利率调升的时候 你可能就吃不到优惠 很可惜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先放活存 等到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资讯出来之后 你决定要放定存再放 下一个比较的是 限时优惠存款利率 这个也是大家最喜欢的 以乐天银行来讲的话 它早期比如说今年的4月底 到5月10号之前 那我推导活动 就是30万可以放7天期 它给你的是3%高利 这个很不错 那你7天放完之后 你可以拿到多少利息 173元的利息 这个我就觉得很适合 就是身边有一笔闲钱的 赶快转进去 然后来做存款 来赚利息很不错 活动到了 本金加利息 移出去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还不错啦 不过这个活动就是不是每次都有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种就是要常常在网络上面注意 或是关注我的平台粉丝页 或者是我们的Telegram 其实上面都会跟大家做分享 第二个比较推荐的是 Line Bank Line Bank它是放5万块钱 然后你有2.2%的高利活储 这个活动从去年10月走走走 走到12月底 但它后来延续到3月 现在又延续到6月30号 所以它已经延两波了 我个人觉得下半年应该还是会延续 不然就做加码 不然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竞争力 将来的部分的话 它是3%高利活储 可以放6万块钱 怎么样比这个数字都是比Line Bank好 你就知道有竞争果然真的有差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个活动从6月1号走到白月31号 但是有限额200亿 如果200亿的存款金额存满的话 将来银行可能会终止或是就结束这个活动 这是蛮可惜的 那到底它会怎么走的话呢 请你关注我们的平台 我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更新 好 那旁边这边有一个2.7%加0.3% 这个6万元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刷卡 奉恩贝卷的活动 你在5月份有刷1688 6月份会拿到一个2.7%的恩贝卷 那这个2.7%的恩贝卷 可以再加上0.3%的高利活储 所以加起来就是3% 你就可以放6万块放一个月 所以这两个两箱比起来 你就是加起来一个月可以放最高12万元有3% 这个就很不错了 那5月份没有解任务没有关系 6月份解还是可以拿得到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是大家最喜欢的 再来讲到这个贷款 贷款我觉得 我不太推荐大家就是去借钱 因为借钱投资还是借钱消费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比较一下 比如说以利率来讲 那最便宜的是将来银行 它有1.58而已 不过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利率呢 那不一定 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的信用状况 还有你自己的收入 然后你的还款情形 来决定说你自己的利率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投出去之后 你才会知道到底利率多少 但他们都说最低就是1.58 1.65 1.68 就是给你参考 那手续费也是你可以节省的部分 最便宜的是将来银行399 收最少 那这个LINEBANK是第二低的 叫488 它现在刚好有一个好态推的活动 就是如果你是推荐别人上车 那么别人借了贷款之后 你可以拿到488的这个现金 那等于是说他的手续费就直接被你拿走了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因为说真的 我是觉得叫大家去借钱总是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你跟团 那么将 那么LINEBANK给我的488元的现金 我就给你488积分 这488积分你就可以在月底兑换成488现金回家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对大家比较好 毕竟因为 唉 那个要借钱已经很辛苦了 然后还要再付这个利息 你不如从我身上把这个利息的钱带回去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那乐天银行它没有提供这个额外的这种 这种贷款推荐活动 我就不会特别的去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1000块也算是比较贵 所以如果你要借信贷的话呢 你可以尽量从LINEBANK着手 它是对消费者比较友善一点的 再来我们来分享刷卡回馈 这三间银行 他们都有推出这个 这个卡片 但是卡片其实就是提款 提款功能一定都有 但是呢刷卡功能有没有 其实只有两间银行有 你可以看 我这边有这个给你看一下 这两张将来银行跟LINEBANK是可以刷卡的 但是乐天的这一张呢 它是只有提款的功能 唯一的亮点就是刚刚讲过 你可以去日本提款 然后可以免这个手续费 但是呢 你不能够拿来刷卡 所以它刷卡的部分就必须要绑定拍钱包来做支付 但是支付有没有回馈 目前看到是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拿来解每个月的这个1.25%的活存的这个任务 但是呢刷卡的部分是没有什么额外的回馈 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另外两个比较推的就是LINEBANK 刷卡有2%的LINE POINT点出 每个人上线每个月是500点 所以回特一下大概可以刷25000 在指定通路加码有两个活动 一个是快点加油日 一个是快点连线日 那在指定的日期呢来做刷卡100元可以拿到22点 就是20%再加2%就是22点的点数回馈 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每周都会解的任务 最后的话呢是将来银行 他的江江卡 他推出来的这个回馈是刷卡1%N点无上限 那额外加码4%是每个月每一个人可以拿到200N点 所以回特一下大概就是一个月刷5000块 可以拿到250N点 这个N点的使用上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 我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是刷卡的话 你帐上有N点 他会直接扣除 然后变成现金到你的帐上 那等到三天或是五天之后 商家请款了 然后他才会把这个N点所兑换的现金给扣走 所以你帐上如果是有比如说开货的200N点 那你刷了200块之后呢 你的200N点会直接扣除 变成200块现金到你帐上 那过了两天之后 厂商请款了 你的200这个现金才被就是收走这样子 所以你的N点还可以放到账上 大概两到三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拿到利息 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蛮喜欢的 那我现在也是每个月都会刷好刷满5000块 有没有哪些通路是刷卡有回馈的 我们在最后会跟大家再做一个完整的分享 好 再来新户好礼 简单来说 早办早 早享受 晚半享优惠 那你早办有什么呢 像早期Line Bank上车的时候只有150 Line Bank 送9 points点数 那后来他有做加码 就是开一户就送300 9 points点数 就很好了 那现在就全部收掉了 第二季是没有任何开户里的 所以你现在要开户的话 你可能就要看 有没有人在揪团 然后愿意给你额外回馈的 现在开户只有一个人是100 那我这边就是给你一半 就给你50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之前送比较多 我们之前送200 那现在就没了 那乐天的部分的话呢 他现在开户大概是可以拿500 怎么说呢 开完户送你200块现金 会进去你的户头 另外呢你绑定拍钱包做支付 你支付刷600 他给你一半就给你300 所以你最高可以入手500块的回馈 好 那第三个将来银行的部分的话呢 他现在有好理二则一 就是200N点或者是他的球队的应援好理 我个人是觉得200N点是比较划算 所以这个是推荐给大家 那在早期 比如说去今年的3月到5月 他的上车好理是200N点再加上46元的现金 这46元就给你6.66%的恩贝券 那你2.5万元存10天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46元的利息 不过现在上车就没有这个6.66%恩贝券 比较可惜 不过呢 如果你还是有需要的话呢 现在也可以上车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推荐亲友 有没有什么好康 他这三个存网 已经都有针对 就是亲友推荐来做活动 那你本身有这个账户之后 你就可以推荐给别人了 比如说乐天一行 你揪一个亲友上车 你可以拿200现金 那这个LINEBANK就是只有100LINE POINT点数 将来一行是100N点 所以你看到很多网路上的布洛克 或者是网红KOL 在做这个办卡推荐 开户推荐 其实就是赚这个东西 没有很多 但是极少成多这样子 本团的话呢 我们一样 就是给你一半 所以呢 这个乐天上来的话呢 就是50积分 然后LINEBANK也给50积分 将来银行也给50积分 这50积分的话呢 我们会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就减合一次 然后符合资格就赶快发给你 你收到信之后呢 就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 来我们的系统来做兑换 兑换完之后呢 我确认五五就会把你的奖品给你了 50积分可以换什么 至少是小期50元商品券 或者是你可以换MOMO币 这个MOMO红利金 50块钱 所以它等于是等同于现金 但是呢你就是可以累积多一点在一起兑换 所以本团的活动都一样 如果你是悠悠班的话呢 你的积分翻一倍 如果你是基础办积分翻两倍 就是变成一倍再一倍 就翻四倍这样子 那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最后呢来比较一下这个免费的跨行提款转账次数 这三间银行比起来呢 我觉得乐天最小气 因为它必须要根据你的往来 你存的钱越多 存60万 你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等级 那比较高的等级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跨行提款免手续费次数 那这个我就觉得 感觉上不够大气不喜欢 反而是LINEBANK跟将来银行都给的不错 比如说跨提就是5次88次 或者是6次66次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够用了 跨行提款跨行转账次数 给到这么多的次数 对于消费者来讲 就是没有那个心理压力 怎么去做提款跟存款都是好的 所以这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乐天有一个小小的优点 就是如果你是把钱从其他银行汇进去乐天 它会补贴你一次数元的手续费 所以你也可以每个月都固定会一笔钱 比如说会个一块钱过去 那你一样就可以收到15元的现金回馈 我觉得也不错 这个是我每个月都会做的事情 提供给你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是 整个影片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都怎么去使用这个账户 这个蛮妙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我们这个画面的最左边 你看到有这个开户扫码QR Code 你可以点我们下面资讯栏的连结来做开户 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来做扫码 一样就可以开户了 你可以边听边开 很简单 联系银行怎么用呢 我最喜欢用的是它的LINE BANG快点卡 比如说在第二季 4月1号到6月30号 你只要刷卡就是给2%的LINE POINT点数 每个月一个人可以拿500点 所以如果你都不刷其他的活动的话 你每个月刷25,000都有这个回馈 那这次比较特别是说 如果你拿LINE BANG快点卡直接去缴税 有没有回馈 没有任何回馈 但是如果你把它绑定在Family Pay里面来做消费跟缴费 反而是有回馈的 这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画面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我从全家的官网里面去截取下来的 它Family Pay就有写到 有12345678 有时间银行 包括联系银行都可以绑定使用 那它可以做支付代售吗 可以 比如说监理归费 罚还 汽机车的燃料费或者是强制险 水费 瓦斯费 电费 技术师减定费 国民年金 劳保 劳退 健保费 国税 众所税 地方税 都可以缴 那因为这个只要有过了一个Family Pay 这个将来我们的连线银行LINE BANG它就认可 所以你拿来缴税有没有回馈 有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呢 有额外的去参加这个快点连线日 快点这个叉叉日的这种活动的话呢 你的点数会被计算进去500点的上限 所以你自己就要稍微抓一下 如果你已经拿去2万5的缴税了 就不要参加其他活动了 因为你就拿不到回馈了 所以每个人每个月最高就是拿500 它也没有提高上限这样子 刚刚讲的快点加油日快点连线日最高22%怎么参加呢 比如说星光三月的话是每个礼拜一 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然后去星光三月直接刷卡 拿卡片刷就可以拿到回馈 但是你去星光三月这种百货公司 怎么可能只刷100块 我就觉得这个感觉上不实用 那反而礼拜二这个LINE礼物的这个刷卡很不错 每个礼拜二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那么你在LINE礼物里面绑定LINE Pay支付 每周二都一定要解的任务 大概现在10分钟以内就会结束 就很不错 你们也可以来就是follow我的粉丝页 我都会准时跟大家做分享 你有看到你就可以来解任务 我就帮你做闹钟这样 那比较特别是autopass 这个是它后来才上线的 这个是礼拜四的11点到晚上9点半 然后你在合作的加油站里面 直接快点生活圈autopass 把一定快点卡来付款 可以拿到一样就是这个刷100拿20的额外加码的回馈 但是因为有车的人可能没那么多 所以这个就都不会买还好 那反而是快点连线日有两个通路 我觉得很不错 Momo跟Footpanda 你在每个月的22号早上11点来刷卡 刷100块钱可以拿22点 这个也是我自己都很喜欢 然后每个月都会跟大家提醒的 这个也是提供给你参考 除了刷卡之外呢 也推荐大家来做存款 你这个5万块钱如果你放一天 2.2%大概一天可以拿到3块钱的利息 所以你是大月的话 31日可以拿到93块的利息 这个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举办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 就是存钱赚利息 回报抽688积分 这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我都会去做 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回馈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是跟团本团救护赶快来参加活动 那再来的话呢 很好用的就是每个月88次 5次的免费跨航转账跟5次的跨航提款都很好用 然后你用这个免贷卡 这个5卡提款也不错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来上车 下一个是将来银行 将来银行的这个最新的刷卡优惠呢 我很喜欢因为它除了1%无上限 它的限制真的很少 基本上只要刷得过 它都会给回馈 或者是你过个水就有回馈 比如说什么东西有回馈呢 这呢我在4月份刷的 你也看到这个4月回馈 4月14号 减2个月 将将卡我直接拿来刷e-toro 它直接给予我这个额外的回馈 我大概刷100美金 就是2895 然后它就是有给1%跟4% 所以我就发现说 诶真的不错诶 所以我现在每个月就是固定会入金 大概是5000块台币左右等值的外币 然后呢 就是拿来做投资 所以将将卡真的很好用 这个很棒 这我自己测试出来的 提供给你参考 那除此之外呢 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有去实测 把将将卡绑在赖配 拍钱包 中油配 Friday 理财家 Open钱包 加热服 摩斯汉堡 Most Order 然后还有麦当劳 其实你绑上去的话呢 只要刷得过它这个基本上都有回馈 比如说 你绑在拍钱包里面呢 你拿来缴水费有没有回馈 经过实测是有的 所以其实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将将卡真的很外用 我也很喜欢 除此之外呢 它有这个3%的活动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过了 6万以内3% 6到30万是1.25 超过30万给1% 这个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身上有些闲钱 这个一定要来开户使用 那账户带扣角 缴中华电信费 水费 还有这个电费账单呢 它直接给你10%回馈 每个人每个月上线是50 所以你找一张500块左右的这个缴费单 把它拿来做代扣角 那连续4个月 6、7、8、9 6、7、8、8、9、9、10 就是4个月的部分 可以最高可以拿到200N点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接下来有什么开户理呢 就是刚刚讲过的 他的将来新护理是200N点 或者是接口工程师 就这两个 看你喜欢哪一个 我个人是觉得200N点好像比较划算 你那个他送你的那个鞋子 可能太小 或者帽子不好看之类的 就可惜了 但是呢 我是推荐你就是直接领200N点 比较实用 好 再来呢 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天 好乐天一样 我们的左边这边一样 有开户代码 有兴趣可以上车 最棒的是这个最高有3%活出利率 这个怎么取得呢 第一个 当月的刷卡 这个乐天信用卡的刷卡 账单有满3万块钱的话呢 你下个月呢 就有新台币10万以下的活出3%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你就是每个月都要刷3万 有点太困难了 但你如果刷的是2万块钱 他给你的是2% 那如果你是账单买1万块钱 他给你的是1.25% 好 所以呢 这个你是你可以考虑 如果你是一个大额刷手 很厉害的 每个月都会刷3万块以上的 那么搭配乐天网银的存款 是很不错的 好 再来 这个1.25%的部分 前面有提到了 如果你是使用牌钱包 绑定这个乐天银行 不限通路不限金额刷5次 5个1块钱也可以 就可以符合 然后下个月就有1.25%无上限 或者是你使用这个乐天银行搭配牌钱包 在PC Home刷3笔不限金额 也符合资格 那还有一款 好 这个第三点就是乐天信用卡 如果你用乐天银行的户头来做扣角 设定扣角成功的下个月开始 就直接享有1.25% 这个 无上限 这个回馈很不错 那最简单的解法就是 申请乐天卡 然后绑定乐天账户来做扣款 这是最简单的 这样就可以直接拿有1.25%无上限 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再办信用卡 那你就直接用牌钱包来解任务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个乐天银行对于我来讲 就是大额专务 就是1.25%放多少就是多少 很棒 那第二个Nightbank的话 就是我一定拿来刷卡 刷卡最高就是赚快点加油日 就是指令日期最高刷100拿22% 尤其是Light礼物是我很喜欢的 那将来银行的部分最大的亮点就是目前高利活存可以 就是存到3% 这个6%应该是打错 高利活存最高有3%的回馈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不管你有没有上车 不管是不是你有没有这三间银行 我觉得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今天听完你有觉得哪些是你觉得喜欢不错的 你就可以赶快去申请 因为我觉得办一个好的户头 帮你省钱帮你投资 然后帮你就是达到财务自由 其实反而是共赚的人 那你有没有上车 那我都觉得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就是把银行给我的 再回馈一些给大家 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非常欢迎你这些分享片 身边的亲友谈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三个主网语的精神知识 好吗 我是猫猫猫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